在2019年国庆节前,金雄成绩铁路北京段将正式开通 列车开通后,从北京西站到大兴国际机场仅需要25分钟 今天小新来到北京西站提前试程体验 一起来看看这趟列车有哪些特点吧 金雄成绩铁路北京段,从北京西站至大兴机场站全长48.224公里 线路开通后,旅客观安检进站可以在金雄成绩列车专区后车 北京西站也在各个明显区域增加了金雄成绩列车的乘坐指引 金雄成绩铁路配备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 由二等座、一等座商务座不同座席选择 列车上有餐车、灌洗处、开水站、车座间的充电口、车厢的免费WiFi等设施一应俱全 考虑到往返机场的旅客,行李较多 列车将以往的2加3的座位排列模式改为2加2 扩大过道,并在车厢里加设行李架,便与旅客安置行李 咱们在每个车厢都增加了这个大件行李存放处 每一个能存放7个28寸的箱子 全车一共是27个,一共能存放189个28寸的箱子 在2020年年底,大兴机场站到雄安站的部分也将建成通车 届时,金雄成绩铁路将全线贯通 从北京西站、金旅营站、大兴国际机场站 最后到雄安站,线路设计时速分别是 每小时120到160公里,每小时250公里和每小时350公里 全线开通是这样,从北京西站不停站到雄安站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 从北京西站到大兴机场站的时间大概是25分钟 喝会儿茶,翻会儿手机,不一会儿就到了大兴机场站 而这也是金经济区域首座有高铁列车从下方穿过的机场车站 车站安装有屏蔽门,一方面可以保护旅客的出行安全 另一方面有保温节能的功效 机场站的灯有四档亮度可以按需求调节 此外,金雄成绩北京段是金经济区域内第一条全线使用电子客票的线路 大兴机场站由安检区综合服务中心、后车区、检票区、商务座后车室出站厅构成 其中,后车区域设置由军人后车区、儿童娱乐区、母婴市等方便旅客出行 北边出站口是到咱们那个整个机场的停车楼 这个南边出站口可以直接到达咱们那个换乘区域 换乘区域可以直接换乘这个乘铁 还有这个到达咱们机场那个直机 这整个换乘时间也是最多不超过十分钟 高铁开通后,二十多分钟就能从北京市区直达大兴机场 十一国庆假期有出行打算的小伙伴们 别犹豫了,来这里打卡吧